第三百三十一张大驾,不得不说,白晨的恶趣味已经越发地升级。 很快,就是一票唐门弟子,带头的邱红叶,哭丧着脸走入后堂,看着坐在那,依然散漫的斜躺在靠椅上。 他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抢银行脸颊微微抽了抽。 尊驾,能否? 查量了。 这次唐门弟子的服务,可谓是周到至极,刚烧开的雨露配上顶级毛间,那香气弥漫整个房间。 而整个过程不过二十息的时间,这让白晨都有那么点于心不忍。 刚才动手,伤到筋骨,腰疼,站不起来。 尊驾,少侠,大侠,您就别与我们一般见识了,我们知道错了。 那几个鼻青脸肿的汤门弟子,已经泪流满面,明明挨打的是他们,怎么现在反而让白晨喊着受伤了。 他们的委屈都没说呢,秋红叶看着自己的几个师弟,很是替他们委屈。 可是这时候,也只能让他们受点委屈了。 尊驾,之前都是我等的不是,请您大人大量,原谅我们吧。 这时候,南仙也走了进来,看到白晨的时候,先是愣了一下,可是很快便释怀了。 南仙拜见白公子。 白晨漫不经心地扫了眼南仙,依旧不急不缓地品着茶。 南仙刚才看到回春节学手,便想着是哪位高人在这堂门堂口坐镇。 后来想一想,这天下间能将回春节学手用得如此出神入化,除了师父便只有白公子一人了。 南仙,你认得他? 南仙很是疑惑地看着秋红叶。 红叶,你这堂口有这么一位高人坐镇,何劳再去舍尽球员,跑去找我过来献丑。 秋红叶差点没气吐血,本来是想让南仙给他挽回面子,顺带地羞辱一下白晨。 谁知道,南仙完全不顶事,如今还要拉下面子,求到白晨头上。 南仙也看出现场的气氛尴尬,微笑道,放心吧红叶,白公子与唐门主也算是旧时了,自不会袖手旁观的。 可是,可是如今时间已经不多了,再拖下去恐怕。 放心便是,白公子心里有数,南仙自然是在帮着红叶,他越是这么说,白晨就越是无法袖手旁观。 拿去拿去,白晨随手丢给南仙一颗丹药。 抄接超品神丹,补心丹,南仙倒吸一口凉气,这颗补心丹在手,便是死人,他也有把握救回来。 握在手中,南仙无法压抑心中激动心情。 早就听闻白晨不只是医术高明,他的炼丹术更是已经在一定的范围内,引起注意。 虽然普通的江湖中人,还不知道白晨已经是丹盛的事实,可是那些顶尖大派,或多或少,都已经听说了这个消息。 原本南仙还在怀疑,以白晨一道的境界,如何还能分心去学习其他门道。 可是如今这颗抄接超品神丹出现,让他心中的怀疑瞬间释然。 就凭这颗丹药,便能让他心中的一律释怀。 我要睡一觉,没事别烦我。 南仙,这。 无妨,有这颗丹药在手,我便有七成的把握。 南仙的自信心一下子升起来,如果白晨或者自己的师父,或许不用丹药也有十足的把握。 可是自己便是加上这颗丹药,也只有七成的把握,这便是差距。 虽然南仙一向自诩聪明过人,可是面对白晨,也要低下头虚心求教。 若是他出手呢,几成把握,秋红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对白晨信心十足,反而对南仙没多少信心。 南仙苦笑,若是你能说得动他,唐门主必定性命无忧。 秋红叶拉着南仙出了后堂,又问道,他的医术当真如此高明。 南仙郑重其事的点点头,非常高。 秋红叶又问道,比之一仙前辈又如何。 南仙犹豫了,吞吞吐吐半想,才道,伯仲之间。 只是,秋红叶的心思细腻,分明看到南仙眼中的不自信。 秋红叶的心头顿时掀起惊涛骇浪,难道这世上真的有一人的医术,能够超越天词老人吗? 这未免太不可思议了吧。 天词老人能够得到一仙这个名号,绝非浪得虚名。 要知道药王谷的名头虽然响亮,可是在过去了许多代谷主里,却没有一个人,有天词老人这般响亮的名号。 当世之中,总难免出几个与当代药王谷谷主差不多的医师,可是唯独这一代谷主天词老人。 妙手回春已经无法形容天词老人的医术,许许多多近乎奇迹一般的手段,让天词老人几乎成了神人一般的存在。 天下医师更是将天词老人奉为他们的圣人一样。 可是如今,却从南仙的口中知道,有一个人的医术能够与天词老人平起平坐。 不,从南仙的眼神里,分明是在说,那个小子的医术比起天词老人只高不低。 先前那小子,额,是那位公子说,我们门主求他来唐门的,南仙,你觉得此事可属实? 这不奇怪,万花谷的两位尊者也求他去万花谷,替他们管教弟子,七秀也请过他,就连北芒山鬼王都请过他,唐门主请他来,这是很正常。 秋红叶和身边的几个唐门弟子,你看我,我看你,全都是一脸茫然。 不论是万花谷又或者七秀,还是北芒山都不比唐门弱。 这些人都拉下颜面,恐怕白晨先前所言非虚。 而且从之前白晨与唐玄天的对话可以看出,两人的确是非常熟悉。 南仙,那你有否把握让他出手? 南仙苦笑不已,本来人家是准备出手的,是他们自己把机会错失。 以那人性子,才不会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若是有一个他亲近的人在就好了,那人虽然对外人随性,可是对自己的亲朋好友,却是非常在乎。 这接骨眼去哪里找他的亲朋好友,秋红叶苦笑道。 就在这时候,秋红叶听到后堂传来一个声音,那声音是慕容秋水的婢女,似乎是叫做小玲。 咦,小白,你怎么在这? 我还想问你呢,你怎么在这?莫不是你家小姐被堂门的人拐走了吧? 你放屁,好臭好臭。 秋红叶与南仙对视一眼,显然是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蒙到了。 那个小丫鬟会叫那人小白,而且双方的语气都是亲近随意,完全没有拘束,双方显然是熟悉至极。 秋红叶连与南仙招呼都没打,直接向着后院走去。 慕容秋水正在后院赏花,秋红叶摸了摸脑袋,自己把慕容秋水晾在这一个时辰,到头来还是要来这里求她。 秋师姐,事情可处理妥当了。 秋红叶苦笑地走上前,慕容师妹,你可认得一个叫做小白的人。 慕容秋水脸上顿时露出几分小女子的羞涩,这种表情很轻易地收入秋红叶的眼中,心中暗道果然如此。 不过慕容秋水和其聪明,很快就意识到不对。 为什么小白会从秋红叶的嘴里说出来?慕容秋水的脸色立刻变得紧张起来。 难道刚才捣乱的人是小白,他现在如何,可有受伤? 慕容师妹,其实这次来,是想求你帮我们劝劝那位小白,白公子。 劝他,他现在还在这里吗? 我们掌门受了重伤,如今唯有白公子能救得了掌门,所以想请慕容师妹帮我劝劝白公子,请他出手。 这,慕容秋水没想到,自己不但听到了唐玄天的消息,同时还得到了白晨的消息,让他的心中又是惊又是喜。 可是另一方面,他又不想为难白晨。 虽然唐玄天与他沾金带雇,可是十几年也才见过一次,哪里来的什么感情,自然而然地变在心里向着白晨。 这时候别说是一个连远亲都算不上的唐玄天,便是他的师父在面前,恐怕也阻止不了慕容秋水心中所向。 其实白公子这次就是掌门请来的,只是我们先前失礼,误会白公子要对掌门不利,让白公子心有不满,此刻掌门命在旦夕,请慕容师妹帮帮我,救救掌门吧。 这,我尽力吧,慕容秋水的脸色并不好看。 听到秋红叶误会白晨的时候,心里便开始胡思乱想起来,觉得白晨肯定是受了什么委屈。 其实如果他能冷静下来就会明白,白晨怎么可能受委屈。 要说委屈,谁能有秋红叶和几个唐门弟子委屈? 他们现在是里外不是人,本来是忠心耿耿,谁知道落得吃力不讨好。 慕容秋水跟着秋红叶来到内堂,一看到那个半躺的姿态,慕容秋水便已经认出了白晨。 小灵也是没个正行,在一旁耍闹着。 啊,小姐来了,小灵如同惊弓之鸟,立刻惊吓着跑到慕容秋水的身旁。 慕容秋水瞪了眼小灵,走到白晨的身边,小白。 其实白晨在看到小灵的时候就明白,这苦差事自己是躲不过去了。 行了,啥都别说,我去。 白晨慵懒地站起来,伸了伸懒腰,你们在这等我,我去去就来。 秋红叶哪里想得到,慕容秋水的面子居然这么管用,连劝说的话都不需要说,就已经把白晨请动了,顿时喜不自禁的失态笑出声。 第三百三十二章原由,其实认识白晨这么久,南仙都没有看过白晨真正动手过。 南仙一直都是通过天词老人的口中,或者是间接地感觉到白晨的医术。 所以这次他是绝对不会错过这个机会,错过白晨亲自施展医术的机会。 白晨来到唐玄天的床边,唐玄天此刻已然气若犹思。 南仙紧张地看着白晨,他相信接下来便是见证奇迹的时候。 白晨伸出手,南仙的神色更加紧张,他所期待的是白晨神乎奇迹的医术。 可是白晨的动作极其之快,而且又极为简单,就是在唐玄天的身上点了几下。 南仙本来还以为这只是一个前奏,虽然不明白白晨那几个点指的意思。 可是总的来说,还是让他感到高深莫测。 不过白晨并没有如南仙所想象的那样,有接下来的动作。 南仙等了半天,发现白晨并没有继续地打算,愣愣地看着白晨,白公子,然后呢? 白晨莫名地回过头,然后什么,然后没我事了。 秋红夜急了,在他看来,白晨分明就是在敷衍了事。 白公子,我都求到这份上了,你不能就这么敷衍了事啊,这可是人命关天,我们掌门的性命可都在您的手中。 南仙静怡不定地走上前,查看唐玄天的情况。 红夜,别说了,南仙脸上的表情已经完全凝固,白公子,您刚才施展的是什么? 生破夺灵,补心补命。 简简单单的八个字,南仙却已经完全不能自已。 因为自己的师父也只能做到生破夺灵, 至于补心补命,也还只是处于研究之中。 可是白晨却轻轻松松地施展出来,整个过程简单地,让他都不敢相信。 其实对白晨来说,唐玄天的伤势虽然很重,可是并不难医治。 这就好比同一个功能的软件,不同的编写程序都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 只在于一个简练,一个繁琐。 白晨显然就是用最简练的方式,虽然过程简单,只是这手法却不简单。 红叶,你们掌门已经脱离危险了,而且,而且,南仙有些尴尬地看着邱红叶。 因为他刚才把唐玄天说得九死一生,可是白晨只是一个简单到了极点的手段, 便让唐玄天脱离危险,让他觉得,自己刚才的话,实在是太过威严耸听了。 脱离危险,而且什么? 丘红叶惊疑不定地看着南仙。 三个时辰内,别来烦我,说着白晨便直接步入后堂。 众人都想起白晨先前说过的话,白晨对慕容秋水说,让他等一会,他马上就来。 此刻想一想,果然是一会的功夫。 看着白晨离去后,南仙才开口道,而且,三个时辰后,就会醒来。 这么快醒来,会不会对身体的负担太重了? 邱红叶担忧地问道。 傻丫头,你们掌门此刻已经完全脱离危险,别看身上伤口齐多,其实都只是外伤而已。 南仙安慰地说道,我本以为凭着自己的天赋,十年内就能超越他。 现在想一想,以前的想法真是可笑至极。 他的医术真的这么高明,邱红叶不知道什么是生魄夺灵,补心补命。 他只是觉得,白晨并没有对唐玄天做什么,或许唐玄天根本就没有受什么重伤。 天下第一,世上无双,南仙很不喜欢用这个形容词,来形容一个与自己同辈的人。 邱红叶一直觉得,天赐老人,才应该有用这样的称谓。 如今他的弟子居然用这样的称谓灌在一个外人的头上,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 我与师傅都低估了他,刚才他施展在唐掌门身上的,别看简单至极,实际上天下间,只有他一人能够做到。 慕容秋水和小玲都没想到,白晨居然这么快回来。 小白,唐门主的伤势怎么样了? 一点小伤而已。 后面跟进来的南仙和邱红叶都是一阵白眼,这小伤从白晨的嘴里说出来,实在是让人无言以对。 对他来说是小伤的伤,在别人的眼里却是致命的。 那就好,我这次来其实就是找唐门主的,没想到我们的目的一样。 这就叫缘分吧,哈哈。 慕容师妹,他便是你说的,一路陪你走来的,人。 是啊,慕容秋水很难为情地低下头。 还不知道白公子师出河门,秋红叶也想知道白晨到底是什么来路,居然有这种遗书。 虽然他依然不能理解,南仙口中白晨的医术,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那种通天彻地的境界,可是依然非常好奇白晨的身份。 红叶,你们掌门都把人请来了,你居然不知道他的身份,南仙满脸惊愕地看着秋红叶。 我应该知道吗?秋红叶很是不解地问道。 我之前不是已经和秋师姐说过小白的名号了吗? 慕容秋水想了想,又道,小白的名号很像个银贼。 秋红叶皱起眉头,虽然慕容秋水说起过这事,可是他当时并未提及白晨的名号。 慕容秋水想了想,又道,小白说他的名号应该算是很有名的,花间小王子这个名号,秋师姐听说过没有? 秋红叶的表情凝固了,呆呆地看着白晨,你是花间小王子。 红叶,你未免太后之后绝了吧,难道你真的现在才知道吗? 南仙已经满是嘲笑的眼神。 你真的是花间小王子? 我是,白点,怂怂尖道。 小白,你的名号果然很响亮,秋师姐都傻了,呵呵,小灵嬉笑地说道。 响亮,响亮两个字,可以形容得了花间小王子这五个字的影响力吗? 秋红叶哭笑不得,如果他早知道,站在眼前的人,就是花间小王子,他就绝对不会做出先前的那种举动了。 此刻的他,只觉得无比地丢人,太丢人了。 慕容秋水本来也以为,白晨或许有名气,可是以他的年龄,应该还不至于让名气大到足以让人膜拜的地步。 可是看到秋红叶的脸色,似乎不止得听说过那么简单。 因为秋红叶的眼神已经完全改变了,那是对一个人尊重的时候,才会流露出的眼神,那是绝对的敬意,绝对的崇拜。 慕容秋水更加好奇,白晨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只是一个名号,便能让人的态度产生这样的变化。 秋红叶苦笑地看着慕容秋水,慕容师妹,你在西域难道都没听说过,花间小王子的传说吗? 传说,秋红叶居然用传说来形容小白的过去。 小白,你的过去是不是做了什么大事? 也没什么,总的来说,也就是弄死过几个人。 秋红叶和南仙全都苦笑不已,简单来说,的确是这么回事。 可是如果不简单地说,那就完全不简单了。 而且死的也不是几个人这么简单。 甚至有人把白晨当作无所不能的圣人。 虽然曾经秋红叶也曾经怀疑过,白晨是否真的有这个能力。 可是当他看到白晨的医术,以及南仙的评价后,他终于开始相信。 白晨真的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奇才,当然了,秋红叶还是属于非常理解的那一类人。 虽然明白白晨算是一个奇才,可是并不认为白晨真的可以被人当作圣人。 至少他的脾气,就显得非常的恶劣。 这样的脾气,这样的性格,真的担得起天下文人默克眼中的文圣。 众人开始闲聊起来,不过更多的是南仙对白晨的请教。 不多时,外面的弟子跑进来道,秋师姐,掌门醒了。 三个时辰,真的是三个时辰。 一切都精确的好像是经过计算过一样,秋红叶对白晨的医术,又有了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以前他所见过的那些医师,最常说的话便是,应该一两天的时间就能恢复。 绝对没有一个医师会说,几个几个时辰,一定能够清醒。 白晨已经一马当先地走了出去,唐玄天看到白晨,脸上也不知道是喜还是悲,只是苦笑不已。 小子,我就知道有你在,我死不了。 说吧,把事情给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先前说的还不够明白吗? 我们唐门内门,被魔王和邪王占据了,而且他们还启动了封门机关,石绝杀阵。 我便是想闯进去,被石绝杀阵中伤的。 唐玄天的语气里,充满了苦涩。 别告诉我,你们唐门没几个厉害的人物,被人就这么一锅端了。 白晨不以为然地说道。 有,而且不止一位,如果魔王和邪王两人是正面攻打的话,我们唐门也不至于如此狼狈。 可是他们不知道如何摸进了唐门的禁地。 将内门的核心掌握在手中,同时还将五位太上长老困进在天机谷中。 如今我们外面的人进不去,而天机谷中的几位太上长老则出不来。 你们唐门是不是有什么宝贝? 能够让两个魔头处心积虑地算进你们唐门? 我们唐门的历史悠久,如果说没几件宝物,想必你都不会相信吧? 只是这次我们是真不知道他们到底所谓何事,又或者说是盯上了哪件宝物。 因为我们唐门的宝物并不在内门之中,而魔王和邪王则完全归缩在内门中,也不与我们接触,这已经过去十多日的时间了,毫无音讯。 宝儿也在内门之中。 不只是宝儿,我们唐门的大部分精英弟子和核心弟子都在内门之中,也不知道他们如今的情况如何了。 看来我要去闯一闯你们唐门的爵士大阵了。 第333章 实觉杀阵 你的那点道行,根本就无阻轻重。 作为唐门的掌门,也作为唐门的弟子,这是每个唐门弟子都应该知道的事情。 实觉杀阵是绝对的无敌。 实觉杀阵是上古遗留下来的爵士机关阵,唐门也不过是蒙的先祖之音,受实觉杀阵的庇护罢了。 同时也是唐门安身立命的根本,就因为实觉杀阵,即便唐门曾经衰弱的时候,也从未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没有任何人可以破解得了实觉杀阵,从唐门成立至今数千年的时光里。 唐门不知道遭遇了多少次的墙底攻击,可是实觉杀阵便如同一个爵士天幕一样,确保着唐门屹立不倒。 甚至是在前朝,唐门因为拒绝与当时昏庸腐败的王朝合作,而遭到数十万大军的围困。 当时几乎全江湖的人都觉得唐门难逃厄运。 那时候可以说是唐门建立以来,最衰弱的时候,所有的弟子全都收拢回内门之中,同时开启了实觉杀阵、封门。 然后便是数十万大军迅猛的攻势,然后便是震惊天下的数十万大军全军覆没的消息。 同时这次的惨败,也造就了王朝的加速覆灭,也成就了如今的汉唐王朝。 实觉杀阵的可怕,至此也暴露在所有人的面前。 再没有人敢小瞧唐门,再没有人敢窥去唐门。 就是因为唐门有一个铜墙铁壁一般的堡垒,不论多少人来,都无法攻破的铁壁。 可是如今,唐门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不是去闯,其实就想看看你们唐门的实觉大阵到底有什么出奇的地方。 你也知道,我是个机关师,遇到高明的机关,总难免心生向往,恨不能一睹为快。 小白,你是机关师吗?我都不知道啊,小灵好奇地问道。 那你知不知道,我坐下的那匹马,其实就是一只机关兽。 不会吧,我可是天天喂给它草料的,怎么会是机关兽? 实在是因为白晨的那只马太过神郡,即便是小灵这样的女孩见了,也会爱不释手。 每次一有空闲,便会主动地给那匹马喂食草料。 同时还常常地抱怨,有这么神郡的坐骑,居然不懂得爱惜。 小子,我知道你持材傲物,觉得天下间没什么事情难得倒你, 可是实觉大振绝非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古往今来多少机关术的天纵之才。 多少被誉为矿骨硕金的机关术大师,不说外面其他人,便是我们唐门之中。 也有不少的机关大师,可是从未,从未有过一个人,能够闯得过外围。 白晨瞥了眼唐玄天,难道你不想夺回内门吗? 你不想夺回实觉杀阵吗? 想,可是绝对不是让你去送死。 唐玄天严肃地说道,实觉杀阵你根本就没有真正地见识过,老夫自诩在机关术上的造诣不在你之下。 而且老夫也觉得实觉杀阵虽然可怕,可是至少自保是没问题的。 可是当我真正地见识实觉杀阵的可怕后才明白,自己的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 唐玄天可不是真正地担心白晨,只不过是因为白晨的背后有个老怪物存在。 如果白晨因为唐门的实觉杀阵出了事,到时候那个老怪物找上门来,那麻烦可就大条了。 更何况,唐玄天也不是一点准备都没有。 事实上,早在唐门掌握了实觉杀阵之后,就从未停止过对实觉杀阵的研究。 虽然所取得的成果不尽如人意,可是肯定比外人强。 好了好了,不去就不去,不过你要保证穆婉儿的安全。 婉儿是我们唐门弟子,我自然不会让她有事。 那我就给你三天的时间,如果三天之后,你们唐门还是没有半点进展,那么我就自己动手了。 三天吗?可以。 唐玄天心头估算了下时间,三天,差不多了。 红叶,这几日你就陪着这小子,他有什么需要,就尽可能地满足他。 唐玄天毫不掩饰让秋红叶监视白晨的想法,白晨也无所谓。 说了给唐玄天三天的时间,那就给他三天的时间。 如果没事的话,你们先出去,我和秋水有些话要说。 唐玄天又看了看众人,下了逐客令。 慕容秋水看了眼白晨,带着几分歉意的眼神。 显然,他觉得自己不应该有什么事瞒着白晨,可是这件事又是自己的师父亲自委托的,绝对不能有第三人在场,哪怕是小玲都不行。 白公子,等等我,秋红叶追上白晨的脚步,他看到白晨出了堂口,又开始没头没脑地走动。 心中想着唐玄天的吩咐,让自己看着白晨,当然不敢怠慢。 你就这么听那老头的话,非要死跟着我。 掌门之命,让小女子伺候白公子,小女子不敢怠慢。 秋红叶的话说得很是圆滑,只说是伺候白晨,就是不提监视两个字。 虽然这种事是摆明的,谁的心里都清楚明白,只是又不好拿到台面上来说。 是不是我去什么地方,你就要去什么地方? 那是自然,白公子对庆州人生地不熟,小女子自然是要贴身跟随,免得白公子走丢了。 对了,白公子若是想去青楼的话,小女子倒是可以推荐几家不错的青楼。 很显然,秋红叶已经非常清楚白晨的习惯,似乎是听到不少,关于白晨的疯传。 比如说白晨的身边跟着一个女人,她又不想让她跟随的时候,经常会找一家青楼脱身。 白晨翻了翻白眼,其实我想找的不是青楼,是毛,房。 你有张良济,我有过墙梯。 白晨太清楚女人的秉性了,哪怕眼前的秋红叶可以放下矜持,哪怕她可以毫无顾忌地进出青楼,不代表她就能忍受恶心的事物。 反正自己在她心目中的印象,也不是那么好,也就没必要再伪装成清新儒雅。 白晨便是要让秋红叶知道,自己不但俗,而且还是俗不可耐。 果然,秋红叶的脸色变了变,强忍着反为心理,堂内便有,何必要去外面寻觅? 你确定我们要就这个话题继续深入讨论下去吗? 秋红叶顿时憋红了脸,提出这个问题的,明明就是你自己,现在怎么又怪我继续这个问题了? 算了,还是去吃饭吧,你知道庆州哪家酒馆的菜做得好的? 很显然,秋红叶还不习惯与白晨这种跳跃思维的对话。 前面还在说那些低俗庸俗恶俗的东西,现在一转眼又绕到了吃饭去了。 秋红叶还未明白,与白晨做口舌之争,实在不是一件明智的选择。 在过去的两天时间里,慕容秋水很少与白晨见面,似乎一直都在与唐玄天商讨着什么。 难得,在第三天的时候,白晨终于请动了慕容秋水的大驾,与他一起吃饭。 毕竟每天看着秋红叶冰冷的脸色,白晨也会非常的不爽。 自己不过是小小的戏弄了秋红叶一两次而已,至于三天的时间都绑着脸吗? 你与那老头事情谈好了。 嗯,小白,你是不是想知道我们谈什么? 不,不想知道,白晨连忙摇手,他可不想听这些麻烦的事情。 看慕容秋水这几日神神秘秘的样子,白晨就猜到肯定又是什么要事。 白晨对什么都感兴趣,唯独对秘密不感兴趣,因为秘密就意味着麻烦。 三个人外加小玲一个,刚出了堂口,便看到几十个堂门弟子跑来。 这些弟子有的年纪颇大,有的还很年轻,不过有一点相同,那就是这些人或多或少,身上都带着伤。 其中还有几个,更是被用担架抬着来的。 其中一个穿着明显有些身份的白胡子老头,迎着红叶便走来,红叶,掌门呢? 在里面,叶长老,请随我来。 此刻白晨也没心思继续吃饭了,拉过一个弟子问道,兄弟,你们这是怎么了? 那弟子脸上还带着几分心有余悸,眼中依旧惶恐不安。 失败了,我们失败了,这次叶长老带着一百个神机营的弟子,本以为可以闯入十绝沙阵的,我们用霹雳潭轰平了第一关,本以为已经安然无事。 谁知道,等我们的人全都进去了,机关阵突然启动,刹时间就死了几十个师兄弟,如今,如今还有十余位师兄弟被困在里面,进不去也出不来。 那唐门弟子似乎发现,自己说的太多了,不由地抬头看着白晨,你是谁? 我啊,我的身份很特殊,不能随便跟你说,如果你想知道我的身份,就去问你秋红叶师姐,不过有一点我要提醒你,知道我身份的人,已经全死了。 看着白晨那面带恐吓的表情,还有之前白晨与秋红叶站在一起的时候,秋红叶明显地站在他的身后,就像是个随从一样,不由地欣了几分。 现在,我有一件任务要交给你去办,你可赶接。 第三百三十四章请教,你们跟来做什么?白晨与那个已经被忽悠的晕头转向的唐门弟子前往事发地。 可是慕容秋水和小玲说什么也要跟来,而且慕容秋水那眼神分明就在说,如果白晨敢赶他走,他就戳穿白晨的谎言。 我一定要去,慕容秋水固执地说道。 那地方很危险的。 如果白晨很有把握,他不反对带着慕容秋水和小玲。 可是从唐玄天的口中对石绝杀阵的形容,以及这几日唐门多番尝试未果,已经让白晨明白了石绝杀阵的可怕。 机关阵与武图阵法不同,武图阵法属于比较有规范。 每一种阵法,只要懂得推演结果,那么破解就不难。 可是机关阵则不同,要想破解机关阵,不只是对自己机关术的考验,更需要揣摩布置机关阵的机关师心中的想法。 就如当初白晨在灵机镜的时候,灵机镜的机关布置不可谓不高明,可是灵机镜却带着很深的个人烙印。 而且机关阵是可以叠加的,两个简单的机关阵,也会产生质变的效果。 白晨到现在也不知道,石绝杀阵是由什么机关阵组成的。 你能去,为什么我就不能去? 我就是去看看。 我也是去看看,慕容秋水认准了死理,反正是跟定白晨了。 白晨叹了口气,那个唐门弟子心中有些忐忑,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那种感觉就好像自己犯了什么天大的错误一样,难道说带眼前这个人去事发地,是错误的选择吗? 可是刚才他明明看到唐口内的弟子,对白晨是百依百顺。 这个唐门弟子显然是将白晨当作了高级的核心弟子,而且还是非常神秘的那种。 再加上白晨的糊弄,已经让他对自己的猜测深信不疑。 对了,还不知道这位师弟怎么称呼。 小弟唐心,四代弟子。 一般来说,唐门会收一些无家可归的孤儿,然后给他们取名惯性,唐心便是这种弟子。 所谓的四代弟子,就是最低级的弟子。 这辈分是从唐玄天那一辈开始算的,唐玄天与唐玄天同辈的,要么称为掌门,要么就是掌老。 唐玄天的掌辈则被称之为大掌老,如果再高辈分的话,就是太上掌老。 而唐玄天的下一辈,则是以每隔五年招收的弟子算为一代。 一般来说,不管是几代的弟子,相互之间都是称呼师兄弟。 不管是一代还是四代,都没有收徒的资格,这需要等到唐玄天退位后,新的掌门从这些弟子中选拔出来,然后他们升格为长老后,他们才有收徒的资格。 当然了,下一代的弟子的学业记忆,都是由上一代弟子带传的,这叫做代师授意。 而这种代师授意,也会在将来将他们分割成大大小小的派系。 这种关系在每个门派之中,都是非常普遍的。 师兄,您是哪个派系的弟子? 这个,我这些年都在闭关,我师父没跟我说我是哪个派系的弟子,不过每个派系的记忆都会一点。 唐欣并未因为白晨这模棱两可的回答而感到怀疑,因为他自己只是四代弟子,唐门之中还有许多他所不知道的秘密。 也许,眼前这位师兄就属于秘密中的一个。 我是神机营的弟子,我们派系的所有长老和弟子,都是专事研究机关的,还有转弓暗器的飞星营,喜欢下毒的碧穴营。 对了,穆网儿和穆清风属于什么? 师兄认识他们吗?他们可是核心弟子中最出名的人物,网儿师姐是三代中最杰出的人物,清风师兄则是二代最出众的弟子, 他们可是每一个弟子心目中的偶像。 一提及穆网儿和穆清风,唐欣的眼中便冒着亮光,显得非常的兴奋。 同时觉得白晨认识他们两人,肯定是同辈中人,心中对白晨更加信服。 你还没告诉我,他们属于什么营的? 他们都不属于任何一个营,他们是核心弟子,与我们学的是不一样的。 唐欣看了看白晨,犹豫了许久,又开口问道,师兄可会机关术? 在他看来,白晨刚才说他什么都会一点,想必也会机关术吧。 而他因为辈分太低,所以许多东西想学也学不到。 而三代弟子又为了保持自己的优势,对唐欣的许多疑惑,都会故意隐瞒。 会一些,你可是有什么不会的,趁着现在还有时间,我可以给你说说。 真的,唐欣立刻兴奋的师生叫道。 你要是再磨蹭可就没时间了。 唐欣立刻拿出一张机关图,这是一个三宝盒的图纸。 机关师设计出形形色色的机关盒子,为了收藏一些东西或者保存一些秘密,所以功能不尽相同。 师兄可对翘首机关有研究吗? 唐欣拿出机关图后,又不禁后悔,刚才没问清楚白晨对哪方面的机关有研究。 比如说神机营又将本营分为翘首、杀星和神武三个种类, 翘首便是这种专门破解或者制造一些精巧的机关。 杀星则是对一些适合唐门弟子使用的机关剑弩之类的机关,又深入研究。 神武则是研究一些适合唐门特殊武功的机关,三者所研究项目不尽相同,又殊途同归。 这张三宝盒上的难点不多,在我看来,能够对你造成阻碍的,不外乎这两个点,这是一个连环设计。 一个完整的三宝盒,在错误打开的时候,这两个机关是间隔启动的,同时产生联动作用,从而爆发出三宝盒的杀伤力。 白晨说得非常详尽,唐心听得有些木讷,因为他根本就连心中的问题都没说出来。 白晨就已经看出了他的疑惑,同时还做出了比起三代师兄教的时候,更加清晰明了的解答。 你听明白了吗? 唐心连连点头,这要是还听不明白,自己都没连再活下去了。 你可还有其他的问题。 额,唐心有些犹豫,问题是有,只是他不敢拿出来。 如果白晨会还好,可是如果白晨不会的问题,到时候就尴尬了。 毕竟每个人都有精通之处,刚才那个问题正好是白晨精通的方面。 可是他接下来的问题,就不是翘首这方面的问题。 最近长老看我在翘首上的有进步,所以给了我一份天机图的踏本让我研究,可是,可是我现在看到那个天机图就头痛。 拿来我看看。 唐心毫不迟疑地从怀中拿出天机图,因为天机图在唐门弟子之间流通得非常广泛。 甚至就连丑白晨这样的外门弟子,都可以拿得到,所以对于唐心来说,给白晨看一眼,完全没有心理负担。 白晨看了眼这张天机图,准确地说,这其实不是一张真正的天机图,甚至连残本都算不上。 这只是唐门供给弟子的,经过了简化的机关图纸,而且还标注了许多的解释。 不过这份天机图对于唐心来说,还是太难了。 嗯,这是一份机关兽的动力源解图,对你现在来说,还太高深了。 如果你愿意听的话,我倒是可以解释给你听,只是能不能听得懂,我就不敢保证了。 唐心已经对白晨崇拜得无以复加了,只看一眼便认出这张天机图,果然是神秘莫测的那门弟子。 首先你要明白一只机关兽的动力源是什么? 一般来说都是以兽类的内丹作为动力源,而兽类的内丹又分金木水火土,五行又分阴阳两大派系。 白晨滔滔不绝地解释,唐心最初的时候还勉强能够听得明白,可是白晨越说越是深入,也越来越高深。 唐心别说理解了,连记都记不住许多东西的复杂程度。 就好比一个物理学家跟一个小学生讲原子运行原理一样,唐心越听越是心惊。 因为即便是他们的长老,也不可能说得出来这么高深的东西。 恐怕只有那些太上长老才有可能,唐心曾经见过一次太上长老,那是神机营出来的太上长老,来给他们这些新进弟子讲课的。 那次那位太上长老也经常从嘴里冒出一些,让他们听不明白的东西。 白晨的话,又将唐心的思绪拉回到那时候。 你的长老给你的这张图纸对你来说太遥远了,我只说了一些粗浅的东西,我估计你连十分之一都听不进去。 后面高深的东西,我就不说了,免得乱了你的心智。 不过等你将来勉强看得懂这张图纸的时候,再回想我的话,应该会对你有所帮助。 唐心苦笑不已,自己果然还是太不自量力了。 居然把这种东西拿出来提问,结果白晨是解答出来了。 他这个提问者却听不明白。 小白,这个机关图与你这匹机关马哪个更难? 什么? 这是一匹机关马,唐心大惊失色。 机关兽可是太上长老的专属。 即便是他们的长老,都还在苦心研究。 上次做出一只粗糙的机关狗,差点没让长老兴奋的三天三夜。 如今听闻白晨坐下的马是机关兽,顿时惊得它不能自疑。 没什么可比性,这机关图只是机关兽的基础东西。 我这匹机关马的东西比较高明而且完整。 唐心忍不住地摸了摸白晨坐下的机关马,如果不注意的话,的确与普通的马没什么区别。 可是作为机关师,唐心还是能够摸出不一样的感觉,那是匹在马皮下的金属触感。 同时还有隐约的机械咬合的微弱正感,唐心张大嘴巴,师兄,这只机关兽是你做的。 第335章入阵,邱红叶和唐玄天此刻的脸色,已经苍白的就如死了爹妈一样。 白晨不见了。 而且这不只是不见了那么简单,从几个就在附近的弟子口中得知。 白晨骗了一个弟子,然后奔着事发的地点去了。 唐玄天拖着出狱的身体,立刻召集了所有堂口的弟子。 心中只盼着能把白晨拦下来,如果白晨在堂门出了事,那么事情可就真的闹大了。 唐玄天在心里咒骂着白晨,早知道就不把白晨叫来了。 如果不是穆婉儿的身份很是特殊,如果穆婉儿不是他的师父,也就是太上长老的孙女的话,他是绝对不会把这个祸害喊来,特别还是在这种特殊的时候。 此刻他心里只盼着,白晨千万不要出事。 另一边,此刻白晨已经站在了事发地点。 这里也是堂门内门的入口,不过这里刚刚经历了一场地毯式的轰炸。 堂门的霹雳弹可是广受江湖人士的喜爱,堂门自己自然没理由不用。 不过这些霹雳弹虽然在地面扫荡了一次,可是并没有真正地破坏掉时觉沙阵,反而让时觉沙阵完全地启动。 也就是说,这时候的时觉沙阵才是最危险的时候,哪怕是飞鸟经过,也能射成筛子。 师兄,这里就是我们当时进去的地方,不过。 不过你们刚走了不到白尺,就被机关阵分割开了,现在还有不少人被困在其中吧。 是啊,如今只能等掌门与长老他们想办法了。 我就是来处理这件事的,白晨朝前走去。 唐欣大惊失色,连忙拉住白晨,师兄,不能再往前走了,再走就要出事了。 白晨甩开唐欣的手,我比你清楚。 同时又看了看慕容秋水和小玲,你们是不是一定要跟进来? 显然,这个问题问的很多鱼,慕容秋水和小玲的目光已经说明了一切。 白晨摸了摸脑袋,你们既然要跟进来,那就给我跟紧一点,我让你们别动的时候,你们就不许动。 慕容秋水和小玲自然是认真的点头,至于是否真的会听白晨的话,那就难说了。 这外围的机关阵不难,白晨看了眼四周,然后指着一个不起眼的岩石。 唐欣,你身上可有霹雳弹。 呃,有。 朝着那块石头丢,把那块岩石炸碎了。 那块岩石实在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唐欣不明白白晨为什么要这么做。 可是既然白晨吩咐了,他便认真的执行。 从怀中掏出两颗霹雳弹,精准地落在岩石的下盘,轰隆隆地一声巨像,那块岩石瞬间被炸地粉碎。 可以了,白晨满意地点点头,这外围的机关破了。 破了,唐欣愕然,他这几日可是见过了几次同门尝试的过程,每次都是惨淡收场,这次更是悲催,折损了人不说,还让十几个同门师兄弟陷入沙阵中,进退不得。 如今白晨这么简简单单地把镇外的一块石头炸了,然后就说已经破了外围沙阵,这是不是太儿戏了一点? 不知机关镇的人很聪明,他故意把外围机关镇的核心放在沙阵外面,所以如果一味地强攻机关镇内部是没用的。 永远都不可能真正地攻破机关镇,而且大部分人也都不会注意到,外面一块看起来很平常的一块岩石,会与机关镇有什么联系。 这,唐欣有些茫然,虽然白晨说得很有道理,可是白晨又是如何知道,外面的一块石头,会与机关镇有所联系呢? 多注意一下那块岩石,你就会发现那块岩石并非自然成型的,更像是人工雕琢后,伪装成自然成型的石头,只是其中的细节,很难与你说清楚。 白晨已经大摇大摆地走入石绝沙阵中,只是这次,却如同白晨所说的那样,没有触发任何的机关。 真的破解了,唐欣的脑海里一片空白。 只是跟上与否,唐欣又陷入了矛盾。 跟上去,后面肯定更加危险,那可是连太上长老都无法破解的户门大阵, 机关镇中到底埋葬了多少人,就连唐门都数不清楚。 白晨虽然在之前表现出极高的机关造诣,可是真有可能破得了后面的机关镇吗? 答案很显然是否定的,如果石绝沙阵真的可以如此轻易地破解,那么就不可能守护唐门数千年安然无恙了。 白晨前进的速度不快,唐欣依然能够看得到白晨的背影,想了想,唐欣还是决定跟上去看个究竟。 也许这位身份神秘的师兄,会有什么出人意料的办法也不一定。 白晨看了眼跟上来的唐欣,略显意外地吭了声,咦,你居然敢跟来? 唐欣没有接话,而是看着白晨的举动,师兄,你这是做什么? 我再推演你们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同时看看,你的那些受困的师兄弟,如今下落如何? 就在这时候,白晨的声音顿了顿,突然看向右侧,在这边。 嗯,还好,他们闯进了蓝牙镇,这机关镇倒是没什么威胁。 蓝牙镇,上古机关骑镇,一听到这名字,唐欣已经吓得面无血色,同时开始后悔跟进来。 出现上古机关骑镇,那就意味着九死一生。 放心吧,你的那些师兄弟都还活着。 白晨安慰地说道,蓝牙镇在被触发后,是会经过一个时间段的,在这个时间段里,机关镇会慢慢地闭合,就好像牙齿一样, 把机关镇中的人咬碎。 当然了,这话听到唐欣的耳边,却觉得一阵冷风嗖嗖。 这边走,蓝牙镇不行也要什么特别的方式走动,白晨大摇大摆地步入蓝牙镇中,慕容秋水和小玲毫不犹豫地跟上前。 唐欣在一番心理斗争后,终于还是跟了上去。 你们对我就真的这么有信心吗?白晨回头看了眼三人。 小白才不会害我和小姐呢? 我,我相信师兄,唐欣很没底气地说道。 进入蓝牙镇后,众人已经发现了地上的血迹,顺着血迹走去,不多时就看到一具尸体。 唐小师兄,唐欣惊呼一声,冲丧去抱起那具尸体,顷刻间泪如雨下。 看来他与这个唐小师兄的关系极佳,不然的话,是不会如此痛哭伤悲的。 这唐小的唐门弟子早已死去多时,身上和脸上都有暗器的伤痕,显然是在进入蓝牙镇的时候,就已经重伤不治。 白晨叹了口气,走吧,你那些活着的师兄弟还等着我们呢? 白晨的意思很明白,与其在这里为一个已经死掉的人伤悲,还不如把更多的心思放在那些还活着的人身上。 唐欣擦干眼泪,跟上白晨的脚步,很快地,四人终于看到了他的那些师兄弟。 只见那些人此刻正坐在一片较为空旷的地上,有的在清理身上的伤势,有的则是垂头哀叹, 显然是觉得自己命不久矣。 唐欣师弟,你怎么来了? 唐欣,是不是长老他们来了? 唐门众师兄弟开始闹腾起来,可是很快地,他们发现来者只有白晨四人,而且他们怎么看都不像是来救他们的人。 你也被困在这里面了,众人刚刚升起的希望,瞬间熄灭了,每个人都露出绝望。 他就会变成了一场之色。 诸位师兄弟,这位是内门的师兄,这次我是跟他进来的,他就是来救大家的。 唐欣立刻解释道。 他能救得了我们吗? 别开玩笑了,他估计也就和我们一样,都是三四代的弟子,怎么可能破得了十绝杀阵? 就连掌门和长老他们都没办法,他一个矛头小子能有什么办法? 是啊,我们还是别浪费力气了,就在这等死吧。 有人早已心如死灰,绝望地说道。 不想死的就跟我走,觉得没救的,就在这等死吧。 白晨平淡地说了句,然后便掠过人群,朝着对面走去。 别过去,对面有机关,刚才我们就有三个师兄弟折在那里。 这里已经是十绝杀阵的内部了,机关阵比起外围,自然又提高了一个档次。 众人最初的时候还心存侥幸,可是等他们尝试过厉害后,再没有半点的希望。 至于唐欣的到来,并没有让他们感到希望,反而更加绝望。 等死,或许就是他们现在最大的愿望吧。 其实这里已经是蓝牙阵的边缘,再过去,便是另外一个机关阵。 蓝牙阵存在的意义,只是一个过渡的通道。 不过为了让经过的人不会在蓝牙阵内停留太长时间,才会设计出这种机关。 如果停留太久,蓝牙阵就会开始闭合,就好像一张锯口一样,把里面的所有生物撕碎。 这是移花接木,斗转星移之阵。 看来布置这个机关阵的人,不只是对机关有研究,对五图阵法也有不浅的造诣。 可惜,白晨看了眼周围的环境,可惜他的五图阵法实在算不上高明。 慕容秋水很疑惑地看了眼白晨,心中想着,难道白晨不只是会机关术,还会五图阵法? 本末倒置,白晨摇了摇头,眼前这个机关阵在白晨看来,还不如前面纯粹的机关阵来得完善。 布置机关阵的人,似乎想把五图阵法融入到机关阵中,可惜因为水平有限,反而弄得似不像。 前后的机关阵的差异,让白晨看到了不同的风格。 第一个外围的机关阵,布置的人心思缜密,而且心灵手巧。 而这个机关阵的布置者却是眼高于顶,本身的境界不够,却想要追求更高的境界,结果弄出这个似不像机关阵。 看起来高深莫测,实际上却是破绽百出。 慕容,用你的内功真气攻击前面三丈的那棵枯树,能做得到吗?白晨问道。 当然,慕容秋水点点头。 你不要乱来,这个机关阵非常可怕。 刚才我们三个师兄只是抬起脚,还没来得及踏入前面的机关阵,突然就从左右两边射出一道含有真气的冰焰,直接将那三位师兄烧成残渣了。 是啊,你不懂就不要乱来,自己找死还要拖着我们。 白晨瞥了眼众人,你们不是要等死吗? 既然是等死,怎么个死法,对你们来说,有什么区别? 第三百三十六章神迹,虽然是在等死,可是不等于他们就甘心这么死掉。 就在众人一片指责白晨的时候,后面突然出现片惊呼声,只见原本相安无事的空地,突然开始扭曲,有的是裂开缝隙,其中一个唐门弟子不小心掉落进去,紧接着裂缝瞬间闭合,然后缝隙碰见出血墨。 而这个过程不是结束,而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白晨对慕容秋水使了个眼神,慕容秋水毫不犹豫地一掌拍向不远处的那根枯木。 那颗枯木瞬间被点燃,不一会便被烧成灰烬。 白晨立刻拉着慕容秋水和小玲,进了前面的机关阵,同时回头对唐欣喊道,不想死便跟来。 唐欣惊怡不定地看着白晨,没事,他们过了那个警戒线,居然没发生任何的事情。 这怎么可能,作为一个机关师,他可是清楚地知道每个机关阵的区域划分。 白晨很显然,已经步入了下一个机关阵的区域,可是为什么一点事情都没有。 再看蓝牙阵的后方,已经开始翻天覆地起来。 唐欣立刻大喊道,快,快过去,跟上师兄,他们那安全。 众人这时候也发现了白晨那安全,而且此刻他们别无选择,只能跟着上前。 白晨瞥了眼众人,刚才叫得最大声的,此刻默然作声,低头不语。 既然你们肯跟着我,那我就有三点要求,你们必须遵守,如果你们违反任何一条,那么你们就自生自灭吧。 众堂门师兄弟,你看我我看你,全都不说话。 唐欣联盟打员场道,师兄你的机关术造诣最高,我们自然听你的。 第一,必须遵守我的一切命令,哪怕是错误的命令。 第二,不允许任何私自的行动,作为机关师,你们应该很清楚。 任何贸然的动作,都会引起机关的启动,到时候你害死的不只是你自己,还可能是你身边的人。 第三,你们现在要给我学机关术。 师兄,这是什么意思? 后面的机关,光靠我一个人,是不可能完全破解的,你们看前面的机关阵。 那叫做群星坠落,只要踏入的人在一个时辰内,不能将主阵和一千个小机关关闭。 那么任何一个启动的机关,都会产生连锁反应,到时候一千个机关都会在同时启动。 绝杀在机关阵中的所有人,所以你们必须给我学机关术,配合我破解后面的群星坠落。 可是这一时半刻,让我们怎么学啊?这机关术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有所进步的。 是啊,就算我们想学,也没有人教我们。 唐欣明白了白晨的意思,立刻解释道,诸位师兄悟脑,这位师兄的机关术,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小弟先前便向他请教过一些问题,想必也能给诸位师兄不小的启迪。 如今唐欣是夹在中间,作为中间人给双方的气氛做出缓和。 在这里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们学习,这个机关阵已经被我破解了,所以不会突然启动。 你能教得了我们什么? 在仲堂门弟子的眼里,白晨或许在机关术上的确有出众之处,可是并没有到能够教他们的地步。 至于前面白晨能够进到这里来,或许只是运气或者误打误撞而已。 时绝杀阵如果随便一个矛头小子都可以破解的话,那它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这可是埋葬了不知道多少人,难倒了多少矿石奇才的绝世机关大阵。 你们有什么不理解的? 现在提出来,当你们的机关术水准都到达宗师级别的时候,我会系统地教你们如何破解前面的那个群星坠落机关阵。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到达机关术宗师。 不要开玩笑了,我学了三年机关术,也没到达宗师。 我五年。 我已经学了十二年了,一个达为年长的唐门弟子说道。 唐欣也觉得,白晨这话说得太大了。 机关术有多难,他自己应该最清楚。 虽然在这里他们不用担心机关会突然杀了他们,顶多也就三两天的时间,难道在这三两天的时间里,真的能够让他们都成为宗师? 想死就别学,不想死就学。 白晨很简单地说道,前面他刚提出的三点要求,这时候就有人质疑他的话。 这时候,一个年纪与唐欣差不多大的小子很扭捏地走出来,脸上带着几分犹豫。 我想问下关于铁木牢房的结构。 我对铁木牢房的结构,一直都不能理解其运作原理,不知道师兄能不能回答我的问题。 你的机关术造诣不弱吗?居然已经开始研究铁木牢房了。 其实铁木牢房最重要的还是在于核心部位。 只有要关押的人进入铁木牢房,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 因为铁木牢房的设计结构,是把关押者本身的重量计算在其中的。 白晨详尽地解释道,即便是其他人听来,也听得非常明了,短短几刻钟,众人都有一种打开了新的一扇窗户的感觉。 多谢师兄! 你教什么名字?作为机关术宗师的标准,就是制造一个简单小巧的机关兽,你如今已经差不多了。 师兄抬举了,小弟从未接触过机关兽的设计和制作,所以恐怕距离宗师还差了很远。 其实机关术宗师,远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难,宗师并不是什么境界,只不过是你们机关术学习的某个阶段。 白晨突然只见一点旁边的一块石头,那块石头突然莫名地慢慢升起,紧接着就是分解,重组。 在众人的眼中,这个过程玄乎齐旋,粉末从那块粉碎的石头出落下,然后出现一个小小的银色铁球。 紧接着那颗银色铁球,又在白晨的操控下,开始不断地重组,变化出许多细小却又精巧的零件。 最终,在众目睽睽之下,成了一只只有三根指头大的小鸟,停留在白晨的手心中。 众人已经鸦雀无声,呆呆地看着白晨。 神迹,这绝对是神迹,即便是他们的长老,不,即便是大长老,即便是太上长老,也做不到的神迹。 天哪,我们唐门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个妖念一般的人物,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 唐欣又是崇拜,又是激动,得意洋洋地对着众人道,你们现在明白了吧,师兄完全有资格教你们。 刚才我取盐块里的金属材质,这个手段你们不可能学得会,可是刚才我制造这只机关鸟的过程,你们可看清楚了。 每一个细节,我都已经极致地减缓了,而且这只机关鸟相对简单。 同时作为这只机关鸟的核心源,我采用的是自己的真气,不过这部分算是比较高深。 你们谁身上有带兽类的内单,如果你们要制作的话,暂时只能选择内单制作。 靠自己的真气,不论是你们机关术的水平还是修为,都还差了不少。 众人你看我,我看你,全都无言以对,此刻再没有人怀疑白尘机关术的水平了。 先前那个少年鼓起勇气道,师兄,刚才我已经看明白了大部分,还有少许不能理解,现在我想试一试,只是,没有材料。 没材料,这确实麻烦。 如果能够把消息传出去,让外面的人帮我们准备就好了。 白尘眼前一亮,有了。 白尘又略微改造了一下这只机关小鸟,众人又是一阵惊呼连连。 只见那小鸟自白尘的手中飞起,忽扇忽扇着翅膀,升空而去。 此刻在石绝杀阵外,唐玄天茫然地看着早已消失无踪的人影,脸上一阵绝望。 完了完了,这次是真的完了,那小子肯定死在里面了。 掌门,死便死了,是他自己找死的,与我们合肝。 邱红叶不以为然地说道。 你懂什么,他死在我们唐门,他背后的老怪物可不这么想,他日若是找上门来,我们唐门难辞其咎。 就在这时候,不远处的一个长老突然发出一阵惊呼。 啊! 怎么了? 唐玄天还以为那长老不小心触发了机关,连忙朝着那长老走去,想要伸手援救。 可是那长老却站在那里,满脸的惊恶表情,却没有一点惶恐。 外围阵消失了,那个长老木讷地转过头,惊恶地说道。 什么? 这不可能,外围阵已经存在了千万年的时间,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地消失了? 唐玄天不相信的语气说道。 那长老还不信邪,继续往前走,依然没有触发任何的机关。 这时候,许多身边的弟子也开始冒险尝试,可是正如那位长老所说的那样,的确是没有触发机关。 这时候,唐玄天终于无法保持平静,他亲自走入外围阵中,不过他走的时候,还是显得非常的小心,毕竟他可是在这里吃过不少的苦头。 可是,的确是没有触发任何机关,唐玄天的脸色骇然,就像是受到了什么惊吓一般。 难道,难道他真的破了外围阵,这,这怎么可能? 唐玄天一直觉得,自己的机关术水平并不比白晨差,白晨比他出色的只不过是年龄,如果再给白晨十年的时间,白晨肯定能够超越他,可是绝非现在。 只是,白晨破了外围阵,实在是让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就在这时候,一道荧光从天而见。 唐玄天抬起头,发现居然是一只机关小鸟,那小鸟制造的实在是精致到了极点,简直就是一件完美至极,精心雕琢的艺术品。 那小鸟精确地落在唐玄天的肩膀上,同时还弯下脑袋,从爪子上叼下一张纸卷。 唐玄天愣愣地接过纸卷,翻开一看,脸上的表情彻底凝固了。 第三百三十七张机关术,秋红叶走上前去,不解地看着唐玄天。 掌门,怎么了?这机关鸟是哪位长老的杰作? 秋红叶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是哪个长老的作品,虽然这小鸟看起来很简单,可是从外表的精致程度,还有暴露在外的那些复杂的内部构造,足以看得出这只机关鸟内部的复杂与精致的程度。 简直就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秋红叶的心中猜测着,难道是哪位太上长老的作品? 可是看着不像啊,秋红叶对几位太上长老还是比较熟悉的。 似乎并没有哪位太上长老,擅长这种小巧却又复杂的机关鸟。 唐玄天苦笑地将纸条递交给秋红叶,秋红叶的表情也在瞬间凝固。 上面的写着许许多多的材料,然后末尾还添加了白晨的落款人。 这机关鸟是出自他的手笔。 除了他,我实在想不出第二人,唐玄天苦笑地说道, 看来他是真的破解了外围机关症,只是,他要的这些材料,我们又如何交给他? 秋红叶同样哭笑不得,白晨的确是聪明,可是他这是聪明一事糊涂一时。 他能闯入时觉杀阵中,不见得别人也进得去吧。 想把这些材料交给他,比登天还难。 就在两人苦思冥想之际,突然一阵马蹄声传来。 只见一匹高头大马,出现在两人的视野之中。 那匹骏马飞奔而来,然后停在了唐玄天的面前。 唐玄天愣了一下,秋红叶眉头微微皱起,这是白公子的坐骑。 难道白晨想让我们将材料让这匹马送进去? 这不可能吧? 他要的这些材料,数量不少,压都能压垮这匹马,更何况,即便他带得动,只要踏入里面的机关阵,也是在劫难逃。 唐玄天心疼了摸了摸马身,突然,他感觉到手掌上传来异样的触感。 这是机关马? 什么?这怎么可能? 秋红叶错愕地看着唐玄天。 秋红叶也伸手去触摸马身,果然,他感觉到马的皮肤下所传来的,是金属的质感。 这让秋红叶的脸上表情,更加地不敢置信。 为什么很多的机关师,包括唐门的弟子,都喜欢把机关兽做得似不像,长得奇形怪状的? 不是为了让机关兽看起来凶猛无比,其实是因为机关兽的外形,是由构造先行决定的。 大部分的机关兽都是需要先设计出图纸,然后再进行外形的设计。 机关师也想把机关兽设计出合理的外形,只不过这其中所耗费的精力,实在是太大了。 又或者是把机关兽尽可能设计得巨大无比,这样内部空间就足够大。 可是眼前这匹马,看起来却与真马完全一样,没有突兀的身体构造。 唐玄天突然拿出一把匕首,在马身上轻轻一滑,露出了马皮下金属的外壳。 唐玄天打开金属外壳一看,傻眼了。 精妙,太精妙了,这匹机关兽的内部构造,实在是精妙地让人眼花缭乱。 唐门不是没有这个级别的机关兽,可是两相一对比,高下便立刻分出来。 同样级别的东西,做出不一样的水准,恐怕白晨的机关术,别说是自己了,便是那些太上长老,也比不上它。 秋红叶的机关术更是差强人意,看到这复杂的构造,便是一阵头晕目眩。 掌门 去准备材料,还有食物,我要与这匹马一起进去。 这是唯一进去的机会,既然这匹马是机关马,那肯定受白晨控制的,白晨肯定会控制着机关马避开机关,将东西送到他的手中。 秋红叶悍然看着唐玄天,掌门,万万不可,如若您在里面遇到了危险,可就孤立无援了。 我相信他,唐玄天严肃地说道。 事实上,唐玄天在三天之前,还对白晨的提议嗤之以鼻。 如今却口口声声地说相信他,秋红叶已经无言以对,唐玄天的态度转变得也太快了吧。 其实,秋红叶也可以理解唐玄天的想法,作为一个机关师,是无法错过这种事情的。 即便他不能亲自参与其中,也想亲眼见证一些事情,比如,时觉杀镇的最后时光。 当然了,时觉杀镇真的是人可以破解的了的吗? 对此,秋红叶不抱希望,时觉杀镇能够屹立千万年不被破,自然有其独到之处,绝非一个人可以做到的。 不多时,白晨要的材料已经准备妥当,很显然,白晨这是要大干一场。 虽然秋红叶不断地劝说唐玄天,可是如今的唐玄天却是固执得如头老牛,怎么也不肯妥协。 机关马的背后挂上两袋臃肿的包挂,上千斤的重量,对于机关马来说,毫无压力。 哪怕是再加上一个成年男人的重量,依然轻松自如。 秋红叶看着已经奔入机关阵中的背影,渐渐远去的马提升,心中不禁担心起来。 唐玄天最初的时候,也在担心,机关马虽然是受白晨控制的, 可是白晨的远程控制,真的可以做到没有任何闪失吗? 如果白晨开一点小差,出了事情,机关马没关系,反正就是一堆铁块。 可是他不一样,他还没做好死的觉悟。 不过随着机关马精确无误地踏出以一个蹄子后,唐玄天的心也安了下来。 很难想象,从前被唐门弟子当作禁忌的实觉杀阵,如今却让一只畜生畅通无阻。 唐玄天的心情,可谓是百感交集,唐门的重地被几个外人所掌控,唐门最大的依仗被外人把持。 如今还有一个外人,似乎要瓦解唐门千百年来的最强壁垒。 不多时,唐玄天听到前面有人的声音,而且还不止一个。 师兄,关于唐门的连机弩,很多唐门弟子都反映说,经常会伤到自己,你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关于连机弩的问题,其实唐门已经做过很多的改进了。 我见过最新型的连机弩,只是依旧治标不治本,唐门弟子喜欢将连机弩安装在手臂上, 这样可以起到出其不易的作用。 可是因为连机弩的特性,所以在发射连机弩的时候,必须把手臂往下弯,不然就射到自己的手臂。 所以我觉得,其实最好的方案不是安装在手臂上,而是安装在肩膀上。 安装在肩膀上,这样的话,不是很难瞄准。 而且固定架很难在肩膀上固定,反而造成了自己形状不变。 这只是一个概念想法,如果真的要实践,就必须一整代的唐门弟子去熟悉与学习。 可是毫无疑问,安装在肩膀上的连机弩。 拥有更高的隐蔽性,也会更大程度地降低敌人的警觉性。 当然了,这些其实都属于过时过气的设计。 我看过唐门的一些设计理念。 虽然说唐门一直都处于天下机关术的最顶端,可是数千年的时间过去了,唐门占据着巨大的优势,却没带来更多的进步与发展,而是固不自封的一尘不变。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失败。 可是天下这么大,门派那么多,高人又那么多,唐门能有今日的成就,我觉得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一个弟子发表了自己不同的观点。 守成没有错,错就错在没有进取心。 我说唐门失败的地方不在于称霸江湖,也不是一统天下,而是在于成长,一千年前的唐门是这样的。 一百年前的唐门还是这样,就连现在还是这样,唐门的优势就在于技术,可是唐门却没有利用这些优势,这才是唐门真正失败的地方。 那师兄你说,我们唐门机关术的技术优势,能做什么? 唐门弟子的想法很简单,机关术也是杀人夺命的一种手段,与武功没什么两样。 真正的机关术,不是用来杀人的,你见过一个时辰,载客数百人,便能从京城到属地的机关飞鸟吗? 你知道能够飞上十万里高空,俯瞰苍茫大地的机关吗? 你知道在送数百人,同时在重百万斤,依然可以奔驰在旷野之上,两三日便可贯穿整个汉塘中原的机关车吗? 真正的机关术,远非你们想象的杀一人夺一命,而这时觉杀阵在我看来。 也不过如此,有朝一日,当你明白了,一个比霹雳潭还要恐怖千倍万倍的东西出事的时候,你便会发觉自己眼界的狭小,这便是机关的神奇之处。 说了这么多,师兄也只是空想的吧,有人嗤之以鼻地说道。 空想,我只要简单的几样东西,便能飞上万里苍穹,你们相信吗? 这,这不可能,所有人都经文变色,可是在看白尘的目光,白尘的神色,却不像是在说笑。 你们之中,谁若是能第一个到达机关术宗师的人,带到此监视了之后,我便带他遨游苍穹,俯瞰庆州全城。 白尘,你所言属实,唐玄天终于忍不住从角落走了出来,他的脸上同样惊异不定。 掌门,您怎么来了?所有人惊呼的同时,满脸的惊恶。 对于唐玄天的到来,白尘也很是意外,自己的那番话本是想激励这些唐门弟子的,却不曾想被唐玄天听了去。 这是我与他们的赌约,唐掌门可以坐的中间人,等到此监视了之后,第一个成为机关术宗师的人,我就带他遨游天际,我以我的名号为约。 众人的目光看向唐玄天,等待着唐玄天的确认,唐玄天沉吟许久,脸色阴晴不定。 小子们,你们可有福了,既然是他亲口保证的,那就八九不离十。 师兄,您在江湖上的名号很响亮吗?唐欣很是疑惑地问道,白尘既然是身份神秘的唐门弟子,应该在江湖上不险山不露水才对吧? 哈哈,你们叫他师兄,你们知道他是谁吗?唐玄天突然大笑起来。 第三百三十八章教学,所有人的脸色都在瞬间惊变,特别是唐欣,指着白尘,难道,难道他不是我们唐门的弟子? 他若是肯来我们唐门,老夫绝对敞开大门欢迎,唐玄天大笑着说道,不过你们既然愿意喊他师兄,那便随便你们,不过能当他的师弟,你们可真的是相当荣幸。 唐玄天顿了顿,又看向白尘,既然当了这些小家伙的师兄,你小子是不是应该表示表示? 白尘撇撇嘴,我教他们机关术,不就是在表示吗? 白尘看向慢慢走来的机关马,东西都准备好了。 你要的东西,我全带来了,而且还带了一些食物。 我们十多个人的 唐玄天苦笑,我以为只有你与秋水还有小林三人,加上我自己,就带了四份,三天的量。 白尘白了眼唐玄天,不够再让我的马出去一趟便是了,何况你修为这么高,口粮也可以省一省。 唐玄天的出现,让仲堂门弟子的活跃性大打折扣。 毕竟掌门在面前,又知道了白尘是个外人后,就没了先前的那种活跃气氛。 不过这也只是暂时的,毕竟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很多的疑问与不解。 最初的时候,还基于唐玄天在场,不敢太过随意。 可是随着第一个提问的人出现后,气氛慢慢地缓和。 每个弟子越来越活跃,毕竟白尘的承诺,还有唐玄天的保证,让众人都有点跃跃欲试。 飞上天空,遨游天际,俯瞰大地,这是何等的姓氏。 即便没有这些承诺,但是成为机关术宗师,就足够吸引人。 大半天的时间里,十几个唐门弟子已经提出了数百个问题。 唐玄天一旁听的都是大汉淋漓,许多问题,即便是问他,他也很难回答得上来。 可是白尘却想都没想,直接回答出最标准的答案。 不,应该说是比标准更加标准的答案,白尘的脑海中就像是摆着一本教科书一样。 每一个问题都是尽善尽美,每一个问题都是详尽到了极致。 即便是唐玄天这个旁观者,都是收获不浅,更何况是这些唐门弟子。 可以说他们是因祸得福,居然在这种情况下得到了白尘的教导。 唐玄天也为自己唐门弟子的金玉感到高兴,毕竟唐门的未来可都在他们的手中。 师兄,我想试一试制作一个机关兽,唐欣认真的说道。 他是第一个敢于尝试的人,白尘看了眼唐欣,你先去一旁设计出机关兽的构造图纸,不要在这里打扰到他们。 众人一看唐欣率先提出尝试,立刻挤了起来。 这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错过了,今生未必有如此的机会。 光是想一想,便让人血脉喷张,能够飞上苍穹之上,遨游大地。 众人提出问题更加积极,而且开始尝试高深的问题。 这时候,唐玄天终于忍不住了。 白尘,我也有几个问题,你能不能一并帮我解答一下? 众人惊愕地看着唐玄天,他可是唐门的掌门,可以说他就是唐门的门面。 唐门号称天下机关术的巅峰,就如同小鹏来仙导的炼丹术,又或者是嘉兰山的五途阵法一样。 如今,唐玄天居然向一个外人请教机关术,这让他们实在是难以接受这样的结果。 你说? 我在机关术上,擅长的是机关术的制造。 目前制造出最强的机关术卡在六级与七级之间。 无论如何都无法制造出七级的机关兽。 这是什么原因? 具体什么地方的问题? 核心原动力始终无法完美地融合进整个机关兽的构造体系内。 七级机关兽的核心原动力,的确算是一个难点。 我猜测造成你无法制造出完美的七级机关兽的原因。 很大程度是你的机关兽构造,无法达到七级核心原动力的标准,就好比你修炼内功心法。 你拥有三花巨顶境界的修为,可是身体强度还处于先天期,所以造成的结果就是整体的崩溃。 或者是机关构造的崩溃,这也从根本上反映出你的机关术水平,暂时还不够高,六级机关兽已经是你目前的极限了。 能够如此直言不讳地对唐玄天说,机关术水平不够的,也只有白晨一个人了。 而且还说得这么坦荡,这么的理所当然。 众人已经无言以对,可是又没有人反驳。 你要想更进一步,还是需要将基础再扎实一点,七级以上的机关兽,对于构造有着非常严苛的要求,同时还有对材料的要求。 也是非常高的。 那你觉得我还欠缺什么? 你制造七级机关兽的时候,采用的是什么类型的机关构造? 用我最擅长的支节构造。 为什么不用传动结构? 支节结构只适合低级机关兽,六级已经很勉强了,七级就更别指望。 传动结构太复杂了,唐玄天苦涩地说道。 他也想用传动结构,可是却不是光想就能做到的。 而他刚才看过白晨的这只机关马,就是以传动结构制造的。 初步判断,这匹马的实力在五级到六级之间,可是其内部构造却是非常高级。 很显然,白晨是用高水平的机关树打造这匹低级的机关兽。 而唐玄天则是恰恰相反,想用低级的机关树打造高级机关兽。 这就好比一个机动车的厂家,可以去打造一款自行车,可是自行车厂未必能打造一款机动车,这就是差别。 只有真正的提出问题的时候,唐玄天才知道自己与白晨的差距有多大。 不,应该说是越是不知道自己与白晨的差距有多大。 唐玄天甚至特意找了一个,完全就超越了他现在的机关树水平应该提出的问题,白晨却毫不犹豫地回答出来。 小白,那你现在能打造出几级的机关兽? 小灵好奇地问道。 现在嘛,如果毫无顾忌地打造的话,恐怕可以超过15级的机关兽,不过,如果只是实用型的,8级就已经是极限了。 什么叫做毫无顾忌?唐玄天不解地问道。 制造出来的机关兽,是需要控制与激活的,难道你制造出机关兽,不是用自己的真气进行融合控制吗? 如果我打造出15级的机关兽,你觉得凭着我现在的修为,能控制的了吗? 唐玄天苦笑,的确是这个理,这也是机关师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可是大多数机关师都未必会遇上的问题,比如说他自己目前的修为,完全可以控制一只15级的机关兽,可是却打造不出来。 就目前唐门的水平,几个长老联手,耗费粤鱼的时间,可以打造出一只10级的机关兽。 如果是太上长老联手的话,鼎天也就12级的机关兽。 可是白晨一个人,便可以制造出15级的机关兽。 这其中的差距,不可同日而予。 不多时,唐欣已经做好了设计图,唐玄天首先拿过唐欣的图纸。 一边看一边连连点头,不错,真是不错。 唐欣设计的是一只狼形机关兽,一般第一次设计机关兽,都会选择比较简单的宠物类型的机关兽,比如说猫或者狗,甚至还有更简单的机。 不求实用,只是先让自己熟悉这个过程而已。 可是唐欣第一次就选择了狼,而且设计出来的设计图,结构还非常合理,让唐玄天很是欣慰。 只是,这图纸落到白晨手里的时候,白晨只是皱了皱眉头。 虽然白晨没有说什么,可是他眼中的不满意的意思已经非常的明显了。 唐玄天不由地为唐欣抱不平,在他看来这图纸非常的好,至少以唐欣的水平来说,已经做得非常完美了。 白晨,我知道你的水平高,眼界也高,不过对于唐欣这样的晚辈,你不要以自己的眼界来做标准。 一个同龄人,却被当作自己的晚辈,白晨不由地摸了摸自己的下巴,没胡子啊。 我很老吗? 哈哈,小白,你刚才表现得的确跟个老前辈一样。 小玲又是口无遮拦地说道。 好了,我不是要求高,只不过他可以做得更好的,所以这个不行,拿回去,重新修改。 白晨没有做更多的解释,众人不由地为白晨的严厉感到绝望,同时又有几分庆幸。 幸好唐欣没过关,不然的话机会就让他抢走了。 唐欣满脸苦涩,他觉得自己已经发挥出了相当高的水准,可是白晨却还不满意,他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修改。 一夜未眠,每个人都有一种恍若格式的感觉,白晨的传授,让他们觉得自己过去的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机关术学习,都白学了一样。 即便是唐欣,也在听完白晨的讲解后,明白了自己的确可以做得更好。 不过这时候,已经不只是他一个人开始尝试设计机关兽。 不过暂时还没有人通过白晨的考核,一直到了中午,唐欣终于如愿地成为了白晨第一个认可的人,也成为众人之中第一个机关术宗师。 然后便是接二连三的唐门弟子得到白晨的认可。 唐玄天看着一个个唐门的弟子,机关术的水平在一天一夜的时间里突飞猛进,每个都在以光速接近着自己的境界,不由地升起几分危机感。 如果再给他们几天的时间,恐怕他们一个个都要超越自己了。 白晨,如果按照你这样的教学方式,恐怕一个月就能培养出一批机关术宗师吧? 不行,白晨摇了摇头,他们之所以能有这么快的进步,是因为他们的底子好,而且又有巨大的压力,所以才会有这么快的进步,换一批人,换一个环境,恐怕就没这么好的效果了。 一直等到傍晚的时候,终于,所有人都通过了白晨的认可。 每个人不只是设计出机关兽的图纸,而且还经过白晨的协助,制造出属于自己的机关兽,有大有小。 倒是给小玲和慕容秋水增添了不少乐趣,当然了,两女最喜欢的还是白晨制造的那只金属小鸟。 接下来便是考验你们成果的时候了,在你们面前的是群星坠落,如果通过了,你们将前途无量,失败了,那就是大家的性命。 第339章 实觉杀阵真正的秘密 靠他们真的可以破解实觉杀阵吗?唐玄天不禁担忧地问道。 白晨瞥了眼唐玄天,对于他的这个问题,白晨实在不想回答。 因为回答这个问题,会显得自己是在吹嘘。 真笨,破解的肯定是小白了,这些小子都只是打下手而已,小玲口无遮拦地说道。 唐玄天一阵无语,曾几何时,唐门的信心,号称永远都不可能被攻破的壁垒。 如今却要截外人之手破解,这其中的辛酸苦涩,又有谁能明白呢? 唐玄天宁可让自己的门人破解,而不是白晨这个外人。 慕容秋水这两天很少说话,只是在白晨讲课的时候,默默地坐在一旁,时常地发呆。 众人显然都看出,这位角色女子对白晨的眼神。 不过两天的时间里,众人也对白晨的机关术水平,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所谓的初步,是因为他们除了知道白晨的水平很高之外,一无所知,至于高到什么水准,唐新曾经私下里问过唐玄天。 唐玄天很苦涩地回答他,他也看不出白晨的机关术到底到了什么境界,除了深不可测之外,没其他的形容。 经过一天一夜的高强度的恶补后,白晨决定当夜让所有人好好地休息,也是为了确保所有人的精神,不至于在关键的时候掉链子。 一日,所有人都早早地起来,毕竟今天便是决定他们命运的时刻,谁能安稳地入睡。 可是他们却发现白晨还在睡觉,完全没受到一点紧张气氛的影响,睡得比睡都安稳。 一直到日上三肝后,白晨才在众目睽睽之下,伸着懒腰从草地上爬起来。 众人也不得不佩服白晨强韧的神经,能够在这种环境这种气氛下安然入睡,绝对是粗神经的典范。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众人已经无语了,现在唯一一个没准备好的人,似乎就是他自己了吧。 看你们那月月浴室的眼神,看来都准备好了,既然如此,那就过去吧,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要死的话也躲不过去。 谁月月浴室了,现在大家的心情紧张得要死好不好? 就连唐玄天都觉得,自己的脸皮有些僵,面对真正的生死关头,谁不紧张。 风霄霄吸一水寒,壮士一曲吸不复还。 白晨当仁不让地走在前头,嘴里念叨着,本来让众人都有几分风霄色果的感觉,却被小玲的一声轻笑打断了。 呼吃,小白,你实在不适合这么严肃的表情。 众人不禁在想,白晨刚才的表情严肃吗?怎么看都像是在调侃他们的语气。 当众人走入机关镇的瞬间,后方的出路已经被封闭。 这一变故立刻引起众人的恐慌,显然,白晨并未告知他们会发生这种事。 在众人想来,如果破解群星坠落失败,他们至少还能往后撤。 可是如今看来,这一切还是想多了。 冷静点,这些石墙存不存在,没有任何意义。 一旦我们破解机关失败,根本就没有退后的时间,群星坠落便会瞬间启动。 将我们完全地葬送在这里,连尸骨都不需要人收拾。 反而你们可以放心的一点就是,不知这个机关镇的人,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高明。 何解?唐玄天不解地问道。 不知机关镇的人,根本就不明白群星坠落的特性。 所以为了防止漏网之余,还多此一举地设置了这些石墙。 如果是真正了解群星坠落的人,根本就不会化蛇天足。 白晨淡然说道。 可是布置这个机关镇的人,如果不懂得群星坠落,如何会布置出这个机关镇? 建房子的工匠和设计房子的人是一个概念吗? 白晨的话,立刻让众人松了口气,白晨的嘴角勾勒出一道笑容。 很显然,他的这番话,立刻让众人平静下来,前一刻还惶恐不安,此刻却都恢复了信心。 唐心,唐人,你们负责东面方位的机关,陈东来,唐楚,你们负责西面的机关。 白晨每个方位都分配了两人负责破解。 唐玄天看着白晨,你呢? 暂时还没我什么事,白晨微笑地说道。 唐玄天却从白晨的眼神里,看出了白晨眼中的认真与严肃。 很显然,白晨绝对是担负了至关重要的任务。 当白晨下令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打起12分的精神。 白晨也给唐玄天分配了任务,让他负责巡视,如果发现由哪组唐门弟子负责的方位有所遗漏,他就负责补权遗漏。 好在这些唐门弟子都知道,自己的任何遗漏都会让自己和同伴深陷绝境,所以不敢有任何的闪失。 这或许是他们此生最认真的一次,没有一丝一毫的马虎。 群星坠落的关键并不在于那些外部的机关,那些都只是为真正的关键所准备的。 那些机关破解成功了,那么真正的机关就会启动。 如果那些机关有什么闪失的话,那么杀阵就会启动。 终于,在长达两个消失的寂静无声后,最后一组的唐门弟子长长地虚了口气。 完成,整个群星坠落一共1280个机关,全部破解完毕。 就在众人松了口气的同时,地面突然开始颤动起来。 所有人都惶恐地看着白晨,他们以为破解失败了。 可是却看到白晨冷静地等待着,等待着真正的群星坠落。 只见中心地带突然塌陷,然后慢慢地升起一个黑色石碑。 黑色石碑上刻画着灰色难懂的图形,一直等到黑色石碑升起到最高处后,白晨才走了过去。 唐门之中居然还藏着这种东西,我居然都不知道。 唐玄天感慨地说道。 这个石绝沙阵存在的意义,可不是为了保护唐门而存在的,毕竟这个机关阵存在的时间,可没有唐门。 白晨平淡地说道。 那这个机关阵存在的意义,又是为了什么? 难道你们没发现吗? 其实这个机关阵,是为了考验进入者的机关术水平而存在的。 很显然,这个石绝沙阵与灵机镜一样,都是为了考验机关术而存在着的。 为什么?唐玄天依然不明所以。 这就是石绝沙阵真正的秘密。 因为在石绝沙阵的下面,藏着足以什么东西,我想邪王和魔王,以及那位他们请来的机关师,应该就是冲着那个东西来的吧。 唐玄天终于无法再冷静,脸色变得非常的难看,你怎么知道的? 放心吧,在这之前,我也不知道这件事,不过现在已经可以肯定了。 而且我相信他们应该已经进入了石绝沙阵的地下,毕竟他们掌握着石绝沙阵的核心,想要躲过石绝沙阵的轰沙轻而易举。 唐玄天大怒,这怎么可以?这是属于我们唐门的,绝对不能让这些邪魔外道夺去。 唐玄天心里很清楚,能够用石绝沙阵守护的东西,绝对非同小可。 而且这个东西,于情于理,都属于他们唐门,绝对不能落入外人手中。 放心吧,他们得不到的,白晨自信地说道。 你怎么知道,都已经这么多天过去了,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结组仙灯? 你以为涉及这个机关阵的人,会没想到这点吗? 如果以为靠着捷径,就能够得到最终机关阵守护了千万年的东西,那未免太天真了吧? 你是说,在后面还有更大的挑战? 当然,而且毫无疑问,一定会是直面这个机关阵的布置者的考验。 唐玄天越听越是迷糊,显然没有经历过白晨当初在灵机镜的境遇,是很难明白白晨的话的。 如果他们通过考验了呢,唐玄天依然很没有信心。 白晨冷笑一声,连时觉杀阵都没勇气面对的人,还痴心妄想地想要夺取时觉杀阵守护的东西,白痴。 唐玄天和众人终于想明白了白晨的意思。 是啊,时觉杀阵只算是外围机关阵而已,既然内部还有更大的考验与挑战,那么绝对非同小可。 对方既然选择取巧的方式进入其中,那就说明他们的水平有限。 白晨,你可有把握赶在他们之前,为我们唐门取得最后的宝物。 唐玄天目光闪烁地看着白晨。 好处,白晨很现实地问道。 你想要什么? 你能给我什么? 这。 我要看唐门所有的机关点击,所有的天机图。 不行,唐玄天想也不想,直接拒绝道。 白晨的机关术已经够可怕了。 如果再让他学习了唐门的所有天机图和机关点击,恐怕这世上就会出现一位不靠武功,便足以翻云覆雨的任务了。 你知道这下面藏着什么东西吗? 白晨咧嘴笑起来。 什么? 唐玄天惊疑不定地看着白晨。 白晨不是说他事先也不知道这件事吗? 怎么这会儿居然知道下面藏着什么了? 这下面隐藏的是一个文明。 如果唐门运用的好,那么足以让唐门的实力翻一翻。 不,翻一翻都只是低估而已。 唐玄天终于无法再保持平静,你确定? 我非常肯定。 好,只要你没有骗我,同时帮我们唐门得到了这个东西,那么我就答应你的要求。 明智的选择,白晨的笑容,让唐玄天很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事实也的确如此,从这个石碑,白晨大致推测出线面到底藏着什么程度的东西。 如果真的能够将之利用的话,唐门的实力别说翻一翻,便是十倍百倍都有可能。 可是问题是,唐门目前的水平真的可以利用的了吗? 就连天机图,数千年的研究都没研究个清楚,指望它们把下面的东西利用起来,还要几千年的时间。 第340张阶梯,不过现在首要的任务便是破解群星陨落,这是一个记载在古典上,据传能够招来陨星的机关阵。 虽然知道这个传闻非常的不靠谱,机关术中还是有些办法,可以模拟出类似的场面,当然的毁天灭地是不可能,一平小半个山还是可以做到的。 不过白晨一点都没有一睹为快的念头,眼前的黑色石碑便是破解群星陨落的关键。 把群星陨落当作一个机关阵,还不如是将之看作是一场考验,一场输了便什么都输掉的考验。 当然人们在性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思绪便会混乱,除了白晨。 白晨属于那种一激动便会失去理智的人,可是却不会在危险的时候失去理智。 黑色石碑上除了纹路,还有一个转轮密码锁。 很显然,白晨需要转对对应的密码,才能真正地破解群星陨落。 众人看到这个转轮便是一阵头晕目眩。 这里有十几圈的密码圈,而最小的那圈便有12个字符,最大最外围的那圈则有50多个字符。 如果正常来说,白晨转对的几率约等于0。 不过机关术的特殊就在于,不像是地球上那种可以随意设置密码。 即便是布置这个机关阵的人,也要遵循着机关阵的原理设置密码。 只要能够抓住其中的规律,那么就能够推演出其中的密码。 这是无法修改的密码。 从机关阵落下的那一刻开始,密码便已经被注定。 白晨,你能推演得出群星陨落的密码吗? 第一到第三圈最简单,现在是下午位13克,所以对应的便是时阵时刻。 这是无法修改的,第四圈到第八圈是方位。 此处是南引北茂之地,地寒而天造。 所以也不难推演得出结果,后面的则是连环机关的数量,然后是机关的种类。 再接着就是星秀对应,此处又要对应第一圈的时辰,每个时辰对应的星秀又会有所变化,这算是一个难点。 白晨一边转动石碑上的转轮,一边讲解着,最初的时候,众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心中想着,原来群星陨落如此的简单,即便是换作是它们,一样可以破解的了。 可是随着白晨深入的讲解,众人便听得一知半解了,糊里糊涂中的听着白晨的解释。 越到后面,所涉及到的方面便越是复杂,有时候需要配合天文与时辰,又适合又要配合阴阳与地理,然后又是年份的推演计算,众人听得头都大了,完全不明白白晨到底在说什么。 反正就是高深,非常的高深。 白晨简直就是在说天书,能够明白这些东西的人,绝对不是普通人,不,应该说是绝对不是人。 唐玄天也不得不感慨,白晨的推演能力之变态,完全无法以道理来衡量。 在白晨转动最后一个转轮的时候,所有人的心都揪起来,屏住呼吸等待着最后的审判。 当地面在此发出轰隆隆的声响之时,所有人几乎以为自己的末日已经降临。 可是,等待众人的却不是绝命的机关,而是石碑下方出现的一个回旋阶梯。 这个回旋阶梯深入地底深处,根本就看不见这回旋阶梯的底到底有多深。 白晨丢了颗石头下去,也是一点回声都没听到,可见这个地下阶梯到底有多深。 可是,如今这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众人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 我们不用再破解后面的机关阵了吗? 唐玄天有些失望地问道。 你真想让我将唐门的衣服扒光了? 小白,你说话就不能委婉点吗? 小灵很是气愤地说道。 吃,又不是扒你衣服。 众人有秩序地走下阶梯,此刻并不是每个人都心怀恐惧,反而有人在跃跃欲试着。 白晨与唐玄天先前的对话并没有躲着众人。 所以每个人都已经听到了白晨的话,在下面不只是有危险等着他们。 还有让人无法想象的宝藏,而他们也在幻想着,他们会是得到宝藏的那个人。 随着越来越深入,众人也不知道到底走了多久,依然没看到底。 深邃而黑暗的阶梯,带给所有人一种压抑的感觉。 你们知道作为机关师,是必须注意每个细节的吗? 白晨突然开口了。 众人都觉得非常的认同,不是认同白晨的话, 而是认同他这个人,就算白晨说屁的香的,他们也会认同。 那你们知道刚才下来的阶梯,已经走了多少层了吗? 这,这怎么数得过来? 你知道有一些机关阵,就是与这种阶梯的数量有关。 难道现在要上去,再重新数一遍,众人都开始犹豫起来。 唐欣看向白晨,师兄,你数过吗? 我不需要数,我是用记的,我记得我走了多少个阶梯,白晨理所当然地说道。 众人又是一阵无语,果然人和人是没法比的。 没关系,只要你记得就可以了,反正我们也只是跟着,后面的机关又不指望我们破解。 你知道吗?这种地宫很容易让人分散,特别这还是一个机关师设计的地宫,如果到时候我们分散了,你们确定自己可以应付得了后面的机关吗? 唐玄天看了眼白晨,嘴里咕噜着没有作声。 他怎么可能看不出来,白晨分明就是在戏弄自己的弟子。 看着自己的这些弟子一个个都开始往上跑,唐玄天终于忍不住问道,白晨,你这么折腾他们有意思吗? 这你就错怪我了,如果我刚才不出声的话,恐怕还没走到底下,就有人受不了这种压抑的气氛,直接往中间跳下去了。 这个螺旋阶梯之所以设计成这样,就是为了给人制造压抑的气氛,让他们受受累,总好过被这里的环境压垮而寻短鉴。 唐玄天这才明白白晨的良苦用心,满脸愧色,对不起,错怪你了。 对了,其实这么折腾他们,还真的挺有趣的。 哈哈,小玲已经忍不住笑出声。 小玲走累了没,白晨突然开口问道, 不累,都是向下的阶梯,怎么会累? 不累也要休息。 唐玄天这时候已经不敢随便开口了,白晨似乎每一个举动都有深意, 在不能确定白晨的意图之前,他是绝对不会再随意插嘴。 在白晨面前丢脸也就算了,可若是在自己的弟子面前丢脸, 那他就没脸见人了。 这时候,第一个重头跑下来的唐门弟子已经跑到白晨的面前, 看他气喘吁吁的模样,还不忘向白晨印证,2133层阶梯。 没错,白晨点点头,满意地说道。 然后接二连三的唐门弟子跑了下来, 汇报的数字都相差不多,有的多一层两层, 有的则是相同数字。 唐玄天扫了眼众人,这些弟子都是学机关术的, 虽说不敢与白晨相比较, 可是也不至于会算错阶梯的层数, 别说就2000出头的层数, 即便是再多一倍,也不可能算错吧。 而且错的还不是一个人, 基本上每个弟子给出的答案都不相同。 你们肯定算错了, 真不知道你们平日里怎么学机关术的, 怎么推演心算的, 居然连这么简单的数数都算错。 你才错了,你们全都错了, 我肯定没错。 众人已经吵闹起来, 显然都认为自己的答案是正确的, 而对方的答案是错误的。 你做掌门的, 不劝一劝他们吗? 唐玄天瞪了眼白晨, 这时候只有白晨的话最管用, 他不劝说反而让自己开口。 除非自己能够判断他们谁是正确的, 不然的话只会把自己拖下水。 好了,都别吵了, 你们都没错, 白晨看众人已经吵闹得不可开交, 那驾驶似乎就要动手打人了。 谁都秉持着自己就是真理的态度, 如今只有白晨能够主持公道。 白晨事实的开口, 却让众人更加不满。 完全不同的答案, 怎么可能都对? 是啊, 师兄也在繁衍我们。 我说了你们都是对的, 这其中也是一个机关, 其实这个阶梯就是我们新的考验, 如果你们连这点小聪明都想不到, 你们也没必要再幻想着后面的宝藏了。 这阶梯也是机关, 怎么可能, 为什么我们完全没有感觉到? 是啊, 而且这一路上什么都没发生过, 如果真是机关的话, 我们早就应该受到攻击了才对。 白晨的话让众人惊疑不定, 可是又不敢完全地否定白晨。 毕竟先例在前, 白晨所说的话已经全部应验了。 所以众人你看我, 我看你, 全都在绞尽脑汁地猜测着。 你们可以先想一想, 为什么这个入口会设计成这样螺旋形状? 这又与入口有什么关系? 众人的境界还是低了点, 无法将白晨提供的线索联系起来。 唐玄天沉吟许久, 突然开口道, 为了迷惑我们。 不愧是掌门的掌门, 思维就是比这群小子清晰。 白晨的赞扬, 在唐玄天听来, 实在是别扭至极, 白晨根本就不懂得怎么称赞别人, 或者说, 他根本就没称赞过别人。 给你们一刻钟的时间考虑, 一刻钟后, 如果你们还想不出答案, 我就会公布答案。